飛機鐵皮工廠大火燒得猛烈 但事後備受討論的不是火事 而是它 活在現場出現不明的生物嗎 照片右下角 這個擁有小頭 一雙詭異長腿跟尾巴的生物 看起來正朝著火床走去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個人他背上 背這個東西這樣子往前走 像鴕鳥之類的動物 還有人說這不明生物不是鴕鳥 是迷你長腿外星人 根本是靈異現象 還恐怖啊 怪怪的 一張照片越猜越怪 越想越詭異 攝影專家來解密 這不是靈異現象 也不是外星人 而是 原來是一隻狗 從頭到尾方向錯誤 再看一次 兩條長腿是狗狗的前腳 後面有長尾巴 朝著火場的反方向走來 他因為處在暗處 所以主題也不明顯 結果反而放大看 他其實有看到尾巴的那個魚光啊 前後方向看錯 鏡造成大烏龍 把狗狗看成外星不明生物 只能說人類的眼睛 真的夜障很重 今天進行陳台中採訪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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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